大家好 我是冯培格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要把248的豆漿 無糖豆漿 把它凝固 變成豆花 那我們要用什麼呢 我們要用鹽渠和一點點的蘋果醋 那這裡呢其實還是有點比例了 我今天只做半罐的豆漿 這一罐是900幾幾 半罐大概就是450 待會我會看這下面的這個 旁邊的這個水位 我就加一半的 一半的豆漿 半罐來 那這個 要讓這個豆漿凝固的呢 其實主要是醋沒有醋 可是它必須要透過鹽渠的這個 它的緩衝效果 因為如果全部都只有醋 它太快 太快進去太快凝固了 它會局部的部分它會散散的 它就不會整個這樣凝固 所以我們用鹽渠的這個 澱粉糊呢 把醋先分散 那我這裡面的筆和一大匙的鹽渠 那這裡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們這裡用的蘋果醋呢 不是一般泡飲料的那個 有糖的那種蘋果醋 蘋果醋它是無糖的 它是用蘋果汁發酵的 它不是調和加蘋果的香味的 大概需要到這個程度 那我們這樣就把直接把鹽渠跟蘋果的混合液呢 就一次把它全部倒進去 記得要倒得快喔 倒太慢效果也會不一樣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湯匙啦 把它調 就是用這個湯匙就把它攪拌均勻 如果你這個時候倒的是我們剛剛等比例的蘋果醋 就是沒有延取的情況之下 這個下去你就會發現它部分的部分就會 它有一部分就會開始 開始變倒灰這樣子 但是它沒有凝固 那這樣子呢 你會看起來它沒有凝固 但是它看起來是 稠狀的 OK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讓它進我們的電鍋裡面 那待會兒蒸出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整塊很漂亮的豆花 來 把它放到電鍋裡面 那電鍋裡面呢 通常這個大概要蒸30分鐘左右 所以裡面我大概就放300cc的水 下去蒸它 好 大概 電鍋的蒸氣冒出來之後 要30分鐘 所以這之前的時間都 之前的時間不能算喔 就看到這個蒸氣跑出來之後 要30分鐘 30分鐘之後我們再把蓋子打開 它就會變成一塊豆花 那如果有時間再把這塊豆花把它攪碎 再把它壓 用布把它壓死 它就會變成豆腐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完成 不一定要用石膏 或者是要用鹽乳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塊豆花 那因為我們的蘋果醋加的量不算多 所以它只是讓它凝固而已 待會兒我們是不會吃到醋的味道了 好 我們現在的這個豆花已經蒸好了 好 看出來 嫩嫩的 嫩嫩的 哇 結果你看它上面的水越清澈 就代表這一次的凝爐 它是越 越成功了 越均勻 那如果它有點霧霧了 那就代表有可能是我們沖漿的時候 不夠均勻啊 或是酸度不夠 那我今天不做甜的 我來把它做一個鹹的 吹彈可破的豆花 好 完成了 噹噹噹噹 Sami 噹噹噹 噹噹噹 真的是 cute 嫩的 哇 真的是 坦坦嫩嫩 бл остр 天 sz 好 放一點 鹹豆瓜 放一點榨菜 合理的 榨菜末 那我覺得他放一點麻辣的味道也不錯 所以就給他一點辣油 花生 Yeah 完成 鹽曲豆腐腦 完成 完成